Hello,大家好,我们是第十组 我们的细化书将分成四个部分来做说明 首先,我们的店名为好邻居 第一部分,我们要来做好邻居的背景分析 上图为不同年龄作为区隔的消费次数 我们发现好邻居的主要消费客群为30到44岁 下图则为不同地理区域作为区隔的消费次数 我们也发现主要消费地区为南港区以及汐止区 接着是年龄与地理之间的关联性 我们得知来自南港区的客群大多为青年与高龄人口 而中年人口则大多来自于汐止区以及其他 因此我们推测中年的人口客群消费意愿 较不会受到地理因素所限制 接着,上图是一周内每一天的消费次数 我们发现周末的消费次数普遍较平日来得高 而下图则是一周内的消费次数 在12月底是消费次数最低的 而在1月中旬下旬却是消费次数最高的 接下来是年龄与消费日之间的关联性 新年人口的主要消费日为周一与周三 而中年人口多于周六周日来消费 最后高龄人口则分散于平日来消费 因此我们推测中年人口因为平日需要上班 对他们的消费时间较不拒弹性 第二部分,我们要来做好邻居的目标客群分析 首先,平均客单价高的客群分别为 三十到三十四岁、三十五到三十九岁以及四十到四十四岁 平均购买次数较低的客群则为二十五岁到二十九岁 与三十岁到三十四岁 最后,平均客单价与购买次数皆为中等的客群是五十到五十四岁 由长条图中,我们可以得知获利最高的客群是三十五岁到三十九岁 而获利最低的客群则为五十五岁到五十九岁 因此我们分为以下两种客群 第一个是核心客群 第二是潜在客群 最后我们总结出好邻居的三个目标客群 第一类是刚踏入职场的小菜鸡 他们的年龄为二十五岁到二十九岁 第二类为认真拼事业雇家庭的好爸妈 他们的年龄为三十五岁到四十四岁 第三类是准备要退休的叔叔阿姨们 他们的年龄为五十五岁到五十九岁 第三部分是好邻居的行销策略 首先是第一类客群 年龄为二十五岁到二十九岁 他们的消费次数不高为好邻居的潜在客群 因此我们的目标是 提高他们的消费次数 诱发消费意愿 他们的主要消费商品为 530101以及500804 此类族群的特点为 非常注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因此我们推测 可能的消费商品为 运动用品以及染法用品 针对此类族群制定出三个行销策略 第一个举办各种休闲活动用品展 异国美食展等等 希望能深化扩展年轻客群 第二推出热销排行榜 明星最爱用等不同的商品组合优惠 增加年轻客群的挥放意愿 第三使用电子机电卡 一方面具有便利性并兼具环保性 提升年轻客群的粘着度 接下来是第二类客群 年龄为35岁到44岁 他们是好邻居的主要营收来源 也是我们的核心客群 因此我们的目标为 增加营收提高获利 他们的主要消费商品为 560-201与560-402 此类族群的特点为 时间就是金钱 我们最爱家最顾家 下班后只想回家当个沙发马铃属 因此我们推测 可能的消费商品为 冷冻即时食品 以及酒精饮品 我们也制定了三个行销策略 第一 举办国际品酒生活节 再好邻居一次就可以买到世界各国好酒 第二 推出各种下酒菜 冷冻食品 买越多省越多的促销活动 提高我们的营收 第三 外送平台送到家 就算下班后不想出门 在家一样可以购物消费 最后是第三类客群 年龄为55岁到59岁 他们的消费次数与客单价 均为中等 为好邻居的潜在客群 因此我们的目标为 提高他们的消费量与消费金额 他们的主要消费商品为 110 106 以及110 117 此类族群的特点为 越来越注重养生 每天早睡早起 因此我们推测商品为 保健食品 以及营养补充品行销策略 提供会员交流场所 形成长辈好邻居生活圈 强化品牌形象 2 邀请营养师教导养生知识 将好邻居融入长辈的生活当中 最后一部分是好邻居的未来展望 第一 我们要打造好邻居的自由APP 会透过资料搜集与分析 将消费情境套入好邻居的APP当中 并且好邻居的APP 还可以记录顾客的消费习惯 演算产品的购买周期 借由推播提醒 成为顾客家庭存货管理的小帮手 为消费者打造更加顺心 方便的生活 第二个 将好事多 与亚马逊的仓储管理系统 引入好邻居当中 让消费者利用每周配送的方式 订阅生鲜食品 可以更优化我们的存货管理 采用集中式的仓储管理系统 更节省经营成本 也方便物流运送 我们希望好邻居 更具有陪伴亲切的品牌理念 为消费者创造更好的生活 以及更好的愿景 以上是第十组的报告 谢谢大家